肖战的某些粉丝又惹事了 这次他们把手伸向了向远 和AO3的事件不同 肖战这次的反应非常的迅速 已经连续发了两条微博来回应此事了 肖战转发了人民日报的微博 文案直接用了原博当中的原话 在之前他还发了一条微博 说自己不需要应援 然而这次事件的导火索 就是肖战自己发起的应援活动 前不久肖战出了一首新歌《光点》 他的工作室也在抖音上发起了 一个光点舞挑战的活动 肖战的网宣组还表示 有趣的内容可能得到肖战本人的翻牌互动 为了得到肖战的翻牌 粉丝们都开始积极的参加活动了 5月10号有网友怪出了两位老师 带领学生参加光点舞挑战的视频 除了表演舞蹈 孩子们还在老师的引导下 齐声高喊口号 为肖战应援 肖战哥哥你很好 我们很喜欢冲啊 硝烟似起 为战而来 视频的配文当中显示 这些孩子刚刚上三年级 不过是十来岁的年纪 老师没有经过家长的同意 直接不打码 就把视频发到公众平台上 就是为了参与到这个为肖战应援的活动 这件事情曝光之后 被官媒点名批评 此后 肃千使的教育局火英 已对其中的一名老师做停职停课的处理了 不过呀 这两个视频里 学生的校服明明一模一样 新闻呢 却只显示对一名老师做了处分 也是有一些蹊跷的啊 同时啊 最新对这件事情进行评论的中国历史研究院的皮下 也遭到了粉丝疯狂的辱骂 甚至是被粉丝人肉 同样被人肉的还有共青团中央的宣传部长 粉丝忽略了老师们在课堂上案例偶像的错误行为 觉得是因为官媒皮下都和肖战家有矛盾 才会借此发挥的 接着大家发现 利用教师职位让学生为肖战应援的视频 还有很多 很多粉丝啊甚至觉得这种案例方式特别好 引起了自己对教师职业的向往 金扫主讲的创办人 程轻松转发了一个视频到朋友圈 内容是肖战粉丝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 配合自己录追星的视频 视频里的对话是这样的 老师问他叫什么名字 还怎么回答肖战 老师问肖战是我的谁 还怎么回答男朋友 老师说棒棒的 不少的圈内明星啊 都在留言里评论 这样的人不配做老师 简直就是神经病嘛 肖战粉丝啊 又凭借着实力出了一次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紧接着 济宁市的林老师 又因为在课堂上安利肖战的新歌 引发了争议 在给学生上网课的时候 林老师说要给学生们放一首歌听听 首先呢他说自己看到前两天这首歌飙升至各大榜单的榜首 就好奇买了听一听 挺好听的 给大家分享一下 接着呀又说自己花了三块钱买这首歌 不能白买 听起来呢像是一个对肖战不太熟悉的路人士发言 不过这短短的几句话里呀 先暗戳戳的吹嘘了一番肖战新歌排行的榜首 又强调了这首歌曲好听 最后还说了歌曲的价格 信息量还蛮大的 有一个学生啊在公平评论了一句 肖战壁虎 没有想到这四个字直接把林老师气炸了 接下来林老师对这位同学开启了长短两分多钟的辱骂 看到评论的一瞬间呢 林老师直接脱口而出一句 叉叉叉你给我滚出去 然后啊开始自顾自的回忆起这个学生究竟是谁 又说学生是把饭圈的一套带到课堂上来了 骂学生什么玩意儿啊你这儿 还说最近的网络力气很重 都是因为这些学生在网上带节奏的 骂了一通之后啊 林老师就继续播放肖战的歌曲了 这个学生的评论呢确实是有不妥之处 但是你身为教师直接当着所有学生的面 对其进行旅言的暴力 很难不让人怀疑啊 是夹带私货安利却翻车的恼羞成怒 事后林老师还洋洋得意的 把这件事情公布到了网上 称自己是当着200多人的面狠狠的批评了这个学生 该学生还向自己道了歉 翻看林老师的微博呀 发现他经常发布与肖战有关的微博 在课堂上安利肖战有关的歌曲啊 早就不是第一次了 更不是他自己口中的偶然听到 说自己学习强国都不想学 却花了两个小时研究如何给肖战打榜 根本就是一个铁得不能再铁的肖战粉了 在课堂上放肖战的歌给大家听 明明是刻意安利的粉丝行为 却要假装路人 学生评论了一句肖战壁虎 林老师就当着200多人的面让他滚出去 可是看林老师的微博里啊 对肖战说脏话的态度可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肖战说脏话就是挺正常 看玩笑人红是非多 而林老师自己更是经常在网络上口吐芬芳 林老师中国驰名双标说的就是你吧 真正把饭圈的力气带到现实生活当中 违背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的就是林老师自己 其实把饭圈文化带到校园生活当中的诗格教师 还有很多 有老师上完了班会课 让每个学生发我偶像是肖战的朋友圈 还要求24小时内不能够删除 有职业式幼师的肖战粉丝 在粉丝群里面声称要把肖战介绍给 还在上幼儿园的祖国的花朵们 有老师在家长群里面发肖战的语录 让家长们给孩子读 有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要求学生写 只肖战的一封信只能夸不能骂 还疑似利用学生写的大量信件 来获取肖战本人的注意 锦临的高三阴谋的政治题 题干假扎私货还偷换概念 把AO3事件形容成了肖战惨遭全网黑 有同学做的试卷里面用肖战或者是魏无羡的名字来举例 有老师布置应用文的内容是关于肖战的 很多学生都表示不想做这样的题目 违背了自己的想法 狠水某中学也出现了学生的英语早读课件当中 穿插肖战和王一博图片的情况 不过校方的反应是非常迅速的 立刻在教师群当中宣布严格禁止这种行为 家长们送孩子上学是为了学习文化知识 而不是为了让他去学校吃安利追星的 教育行业是关着祖国的未来 不是追星族的洗脑胜地 青少年的价值观还在养成的阶段 教师应该做的是积极正确的引导 而不是假带私货 利用职业的优势为艺人安利 粉丝群体两袖不齐 一部分人确实是不能够代表全部的 但是出事的时候只会以集体的名字出现 肖战粉丝要真想是为了爱豆好 求求你们安静点 别再惹事儿了